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妖容水彩第68期 今天我们画一幅正在沉淀的海边景象 海边的沙滩,早晨起来光着脚在上面走一走跑一跑 是特别惬意的一件事情 偶尔还能捡到几个小贝壳小水母什么的 今天我就准备把这种惬意的感觉画出来 还是一样先铺比较容易脏的那些颜色 黄色橙色红色先铺上去 然后再混合一些脏颜色来画云 其实云的颜色很好调 我一般都是在群青里面加一点葛红或者是橘黄之类的 然后它的颜色立马就能变得很灰 再根据情况如果是暖色的话再加点土黄 如果偏冷的话就再加点紫色 如果想偷懒的话就可以直接用中性灰往里面再添加一些颜色倾向就可以 这个时候画面定格住了 不是你的手机坏了 是因为我们家停电了 但是我这笔记本它的屏幕又是坏掉了 所以这一块就定格了 其实差不多原始素材也就到这里了 然后原始素材里面也就多了一个小人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觉得这个画面它不够完整 我们就开始发挥想象了 发挥想象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套路可以寻找的 比如说就是寻找一下这画面的黑白灰 有没有点线面有没有大中小 首先感觉这个画面黑白对比不够强烈 那么就加点黑的东西上来 首先就是这个椰子树 其实我觉得椰树排椰枝的包装盒更黑 但是我手仓画不出来 画椰树的时候也要注意有大有小 画两个小的等一下再造一个大的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线这一方面 这幅画缺少一点线的元素 那么我们就想象着给它挂几根彩带 让这个画面丰富起来 其实想象也不都是凭空想象的 就是这些场景可能是在之前某幅画中出现过 那么我就把它记下来了 然后在以后需要用到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拿出来用 所以说多画多积累一些素材是非常有必要的 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一定要点个关注 谢谢大家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咯